我的腿折了 是 是 是 興奮到全場狂跳 進入派對模式 傳上西班牙紅色球衣 也秀出國旗 全部人high到最高點 因為此刻西班牙在歐國 被擊退英格蘭 拿下冠軍 四度封王 無敵艦隊拿下冠軍 關鍵就是他 西班牙替捕上陣的27歲前鋒 奧雅爾賽巴爾 在第86分鐘攻進制勝球 打破上班場平手的僵局 帮助西班牙以2比1赢得比赛 不只是相隔12年再度捧起欧国杯冠军奖杯 这会更引七连胜创下历史记录 成为欧国杯首支全胜队伍 而单届狂景15球也是史上最多 纪念历史一刻点击彩焰狂欢 西班牙不只在欧国杯缔造新里程杯 更打造出明星球员 今年才17岁的新星亚马尔 不只成为时尚最年轻的冠军球员 在欧国杯四次助攻也成为助攻王 更拿下最佳年轻球员 只是反观对手看着这决赛后烟火 可笑不太出来 英格兰上届输给意大利 连两届都在决赛失利 不只是欧洲五大联赛国家里 唯一没有在欧国杯摘冠的队伍 更从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摘冠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过任何大赛的冠军 如今在与欧国杯的手冠擦肩而过 也被英国媒体称为是 男主58年的伤痛 TV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